大家好,歡迎大家跟我一起玩薩爾達傳說 昨天我們解開一個神廟 這個神廟很難找得到 這神廟在一個帳篷的附近 這帳篷在哪邊呢? 這帳篷在一個河的附近 在一個...這個帳篷叫做 Lakeside Stable 然後它在哪裡呢?在 這個Farum Tower的附近 Farum Tower的附近,在這個右下方 你會找到一個... 會找到一個帳篷 叫Lakeside Stable 在Lakeside Stable的附近 的山區 這個地方有一個神廟 昨天找了很久 這樣把它炸開之後 進去以後 就可以解謎 那昨天呢? 有一些謎我們沒有解完 就是... 昨天我們有破了這一關 昨天我們有破了這一關 但是我們沒有... 真的全部解完 我們有一個寶箱沒有解 其實寶箱沒有解 沒什麼大不了的 不過... 我還是想把它完全解完 所以... 我去偷偷看一下攻略 那現在大家在看我的攻略 其實... 我也有去搜尋 看到底這一關要... 怎麼樣完全破關 那昨天我們是有破關 我們今天再試一次 我來帶大家... 做... 之前... 我沒有破到的關卡 這一關你就先固定 剛才的那個... 敲敲板 就可以上來 那接下來再固定... 這個...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寶箱 就能拿到一個劍 不過這劍很爛 大概只有五而已 所以我不打算換這個劍 這樣... 雖然我不打算換這個劍 不過... 這個寶箱 有一個功用 是這樣子 我們等一下需要這個寶箱 所以我們可以... 把這個寶箱吸起來 用這個寶箱去過其他的關卡 我先把寶箱放在這裡 我先把寶箱放在這裡 這樣... 然後上來這邊以後 從這邊把寶箱洗起來 從這邊把寶箱洗起來 是這樣子 我們昨天... 過關了 怎麼過關呢 我們昨天是這樣子 我先把寶箱放在這裡 那這關很好過 這關就是你鎖進這個木板 然後... 然後直接又這樣衝上去就可以了 這樣... 你就過了這一關 然後就... 直接在這邊就過關了 不過... 這一關有一個寶箱 在這裡 沒有辦法解 那我們昨天試了很久 沒有辦法解這個寶箱 那今天呢 我來教大家怎麼樣解這個寶箱 如果你真的很希望 很想要這個寶箱的話 那我們... 就來解這個寶箱 是這樣 要利用這個寶箱 來解上面那個寶箱 這樣... 我們人可以先在這裡 然後吸住寶箱 把這個寶箱呢 放在敲敲板另外一邊 然後寶箱掉下來的時候 我們人就會被彈上... 彈上這個... 用敲敲板的原理 就會彈上去 彈上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到這個... 上面這個寶箱呢 我覺得應該蠻難的 我來試試看 我們昨天好像有試過這個方法 可是好像沒有成功 所以我今天來試看 這樣 把這個寶箱 放高一點 然後讓它掉下來 成功了 這樣... 我們就... 這樣飛上來 打開這個寶箱 終於打開了 喔... 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 Ancient Core 這樣子 我鼓勵大家 來這一關 一定要找這個寶箱 好...然後我們就真的可以過關了 可以飛上去嗎 飛不上去了 這時候我們也可以 動動這個寶箱 把這個寶箱放在... 把這個寶箱實在太有用了 把這個寶箱放在這裡 這樣...把寶箱放在這裡以後 我們人就可以上去了 然後直接用這個來提定 上面這一塊鐵板 這樣很輕鬆就可以過關了 這樣很輕鬆就可以過關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